苗梨燕初求上玉塔科技台湖 同名為百十九年建立學校教育室 就同九年在那裡 提出了一條學府路 寄付本初求上工作 在做共有透露用體 也會由學校來進行透露用膚 不過因為少日發 學校會順利收到暗渡 高峰就希望同一條路 委託本初求上工作的用膚 不過現在才發生的 香港所始終在整體共有實施 在微服 高法學校的 視訊規則派流 前瞻共有體 順風就緊張 以下會送發言 簽署工友梯 我們當然要爭取學生的潛意 跟校園的完整性 為最大的考量 所以我們目前就會收集相關的資料 我們在上訴中 那也希望地方政府能體諒我們學校的立場 然後跟我們做一個雙方很好的雙贏的策略出來 縱使是捐贈時就已經存在了 被告也沒有舉證說 捐贈當時有約定付負擔的證明 也就是說 被告沒有舉證 王蔡女士捐贈土地時 有富家不得拆除校園大門的約定 所以法官認定被告是無權佔有原告的土地 犯言考量 要將建造委員會洋鄉透露同行 故事判決而策略 事不過學校表示未來雙書 有故事美菲英表示 年則雙統一接受 要將養富的路團 請事先摩擦到學校的派遞和策略 等學校雙書以後 相關的判決確定 再來做討論 還有新聞 總之明明明明明明明